市场内望 早四六下午新城地产街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杰盈和我们今个月的嘉宾主持 就是国众联的顾问、资深测量师余锦鸿 余锦鸿,你好 你好,杰盈 余锦鸿,这个星期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消息要消化 是的,有些政府的特别政策的消息 有些供应量的消息也有很多日子 还有就是息口的走势,因为联储局这个星期已息 请来我们市场内望的嘉宾集大德良行股价部 高级助理董事资与宇重,哈啰,Patch,你好 哈啰,余锦先生好,Base好 Patch,先给你看看,联储局方面就没有加息 其实市场方面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股价量方面这个星期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其实过去两三个星期开始股价量都少了 主要反映现在香港的私人楼市况 比较安静一点的,其实一直都是的 可能现在业主比较,买卖双方都比较观望 刚刚联储局就说可能有机会下半年都会继续加息 其实就是看下息口,因为始终的息口比较高 可能一般的投资的,投资的意欲比较低 对楼价也有些影响 当然反过来就是如果你是想买来自用的 那楼价比较交着状态 那其实我建议可以,你真的买来自用 看对你的楼价,可能大胆向业主还一还价 那现在的市况比较淡静 那可能你看完,想一个星期,十至两个星期 盘价还在,不用担心被人抢了去 所以变成大家就可以,趁这个时候 如果你来自用就可以去看多些楼 其实你在前线,比如看股价看得很清楚 其实现在的淡静情况是淡静到什么情况 其实楼价就不是说跌大跌的 就是不是说跌得比较跌的 就是可能轻微回调,可能1%左右 其实都可以叫比较没什么跌到 就是比年头还有升幅在那 但是因为始终业主的心态就是说 我上年捱过跌市 现在加息可能都叫尾升 我没理由现在减价的 对不对? 那新买家就觉得现在息口还是比较高 那我没理由追价的 所以双方的二价空间就没什么了 所以形成了成交,成交量比较少 一手也抢了不少购买力的 所以可能这个情况有机会 联储局还说的息口会继续加 应该持续到年底 嗯 现在一手的楼价和二手的楼价比较是如何? 和质素呢 是啊 第一,刚才说 譬如他在大埔那里附近 他现在卖的盘子 他对面都有八十角那些现楼的楼盘 那其实发展商他定的价 都比对面八十角那些 一般来说都便宜了10%左右 那当然了,他那个发展商就是楼花来的 但是其实不是很长的楼花 那可能是明年已经入伙了 即是一年或一年多 或者一年楼花便宜过现楼10% 是啊 那变成了有些买家就会觉得 咦,我二手楼我又要去可能收拾一收拾 那质素也可能要两个月至三个月 那搞得来 那不如我可能是一年楼花的 那我全新楼 那还有发展商的付款方式 或者银行也有些优惠 那又不用给勇 那变成了就 有吸引到不少的购买力 就走了过去 以前就因为发展商一手 就会是价格比较高的 很多日价 那第二就是他的楼花期比较长 那现在短期的楼花期比较短 就吸引了一些需要自用的买家 那另外呢 都看到这个星期 发展商都挺积极 那其中呢 就是港岛那边 也都有一些盘是推售 也都在说 留人都还有一些新盘去推售 那你自己估计了 就是那个推售的策略是怎样呢 那第一发展商去求加还是求量 那应该是 两样都求 是啊 两样都求 那希望他买到满唐红 那其实都是要价格 有些吸引力才可以吸引到 求买力的 那不过地点 好像南区那个 在鸭尼州 地点都比较好 因为有地铁 有港铁站 那我想都 如果他的定价是 一般都不是太贵 合理一些 都应该都可以吸引到 应该都可以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 嗯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看回二手市场方面 其实呢 近期呢 大家都关注着 银行股价的态度 或者做按揭的积极态度是怎样的 你自己接触银行方面的业界是怎样的呢 但是银行当然是想积极做按揭啦 你看到近期有一些 将部分的楼价去增加了回赠 那其实银行都很主力做按揭的 尤其是现在去到六月了 这个年中的时间 那但是 就是内閣的市货不走 成交量很少 所以变了有不少银行都会 除了它一十 除了买卖之外呢 它都会可能看一下转按啊 或者是燃楼业主 就是头上了 加按啊 那这样 但是当然了 因为这几年 楼价 就是大体都是跌了 还有食口涨了 那其实转按或者加按呢 再重股呢 就可能没什么水位的 那所以可能要那个业主呢 他不是借得太多 或者可能很久之前借了 现在才再加按 这样才可以做到 如果不是呢 就比较困难一点 其实银行呢 那在楼市那里呢 会不会呢 都是水浸呢 就是很多钱想借出去 现在暂时没有什么成交 也借不了呢 应该又不 譬如有些 都不会说水浸的 因为银行都 可能尤其是 市场领导那 头三四季那些银行 那就 不过可能 始终现在 那你不做按揭 那有什么生意好做呢 那因为工商业贷款呢 也都 因为工商业楼 即非住宅那些物业 其实都比较 比住宅更差 那所以 所以银行借在工商铺 那里呢 也都可能更加审慎 那形成 可能 那我也要借钱 借些钱 那就可能会 集中回到零售市场 即零售银行的市场 那这方面呢 大家要留意 另外如果想估计 可以电人去 Metroland NBC.com 又或者上去 新城地产街 Facebook专页 inbox 我们都可以估计 先问一下何先生的估计 就是马鞍山的营海 17座中层 一个衣室的单位 这个是498尺 2005年楼 820万 唯起就16500元左右 马鞍山其实有选择多不多的吗 马鞍山就 过去过去十几二十年 一路建新楼 那其实都已经成熟了 那还有个屯马线 那去烏溪沙站首站 那去马鞍山营海 他首站来差不多 那变了很方便 那变了很方便 那变了就形成 你区也多了 区外人选择 那去新盘也不多 因为之前都已经起了 都入了货 那所以你区变了很多 和相对又新一点 那旁边 就是附近又有海景 那形成都不少区外人 会选择马鞍山这个地区 另外呢 有位文小姐 他就问另一个区 就是九龙湾的麗晶花园 那么十四座低层的A室 这个是居屋来的了 那就保全地价了 那就407尺 1985年楼 490万 就是保全地价 就是12000元左右的 嗯 那其实说回 麗晶花园那个交投状况 会不会弱的呢 麗晶在居屋来说 都算很弱的 因为他是比较老牌 就是老牌的居屋 也是私人参见的 那他单位数量也比较多 二十多座的 那当然去那里 就不是在铁路站旁 那就要搏一程车 那但是始终都是九龙区 那还有比较大型 那所以也都有不少 就是加勒马安山方面 今时今日 以前没有想到 以前没有想到 现在反而 其实哪区都方便 最重要你近铁路站 是 最重要就是铁路的分局去到 接着这个就是 李小姐的估价 就是中半山的 鶴林雅軒中层A式的单位 去回中半山 就是大单位 703尺 2001年楼 1200万 17000元左右 中半山最近的楼价走上是怎样的 中半山就 成交都是少的了 其实这几年 中半山都好像比较值些 那他主要是几类 譬如潘咸道 或者内面神道 那其实都是豪宅 但是其实是一般的豪宅 那如果是江德道 或者是寶山道 就是比较大人马的豪宅 那我看到 就 潘咸道 或者内面神道 其实这两三年 他都是跟大市 会有少少回调 但是都比较 好像都是落后大市 整个区都会落后大市 落后的意思 就是不会跌那么多 对 反过来也比较稳定 不是好像有两三成 那就稳定一点 可能也有些买家 就可能考虑 我新楼 我不如和铁路配套 就好了 可能他会选去第二区 不是说到 他刚才说 譬如马安山 华安山 是的 这个意思 因为有些千多二千尺 华安山的白石 那里 或者是 可能会吸收 一些购买 但是始终你传统 中半山区 有学校网 也有一定一批人士 买回 但是不多 所以成交 或者价也比较淡 这方面大家可能真的要留意 如果大家想估价 可以认识 MATCHLAND NBC.COM 都可以估价 今天我们和Patrick 聊到这里 谢谢赵宇总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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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